我亲戚六年亲姻病去世 我和亲戚有一个儿子 现在已经成家离业了 我现在的女友是在交友陪他业时的 至今交往三年 我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 前夫出轨 我们俩离婚 我和前夫有两个女儿 因为离婚的时候 前夫不愿意给我家产 所以我选择了解脱 我两个女儿也归前夫抚养 交往的三年离 我觉得参与之外都是离婚的一名 对我是百分之参与 他对我从来没提过结婚 我跟他在一起 一定点的安全感都没有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韩先生56岁来自山东 出租汽车司机有请 张女士51岁来自辽宁 自由职业有请张女士有请 欢迎两位 都是有过生活经历的人 是吧 是因为前夫出轨 所以离异了 对吧 有俩闺女 对 大女儿多大了 27 成家了吗 没有 小女儿多大啊 今年上大一 现在的负担就是小闺女是吧 大女儿不用你再负担了吧 小姑娘也不用 也不用他爸爸负担 多好 您是妻子去世是吧 对 有一个孩子 对 有儿子 儿子 儿子结婚了 结婚了 有孙子了吗 有一个三岁的孙子 多幸福啊 你看这是人生自由阶段了 对吧 是怎么认识的呀 精神介绍还是怎么认识的 交友平台 厉害呀 交友就是互联网上啊 对 咋交上的呀 交友平台上 那个他也不会弄 完了他一个出租车 司机一个哥们帮他弄的 帮他登上去的 我不相信这个 后来我就在婚礼上 我是做婚庆的 我主持了那么多都是 两个人都是通过网上认识 慢慢的我就相信了 我一个同学 给我下载注册的 我俩就在网上相识 就每天都聊天 感觉他这个人实实在在 他对我这个印象和评价 也特别好 我俩几乎天天开视频 我聊了有六个月吧 他就全能让我上 山东危海这边 他说咱俩见个面 他给我买的机票 我挺勇敢 挺胆大 我真就来了 这就叫网友奔现 是吧 一见面怎么样 挺好的 对彼此和在视频里 感觉一个样 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 过了一个多月 我又想家 又没带那么多衣服 我又要回家 他得挽留我 他说你要对我 没啥意见的话 你留下来咱俩处处 我对他确实没有意见 我心里也喜欢他 我就留下来了 谁知道 我到这三个月 我得病了 什么病 假装心癌 脖子两边不舒服 酸疼 他就挺及时地 给我送到医院 当时我就认为 我没有几天活头 我想回东北治疗 我就跟他一遍遍地解释 我说不是说我在家 我就发现有病了 我上你这来 想让你给我治疗 他说我压根没弄想 完了在家 我身也没带多少钱 我想回东北治疗 他说你别回去 你东北那会儿医疗 照这边不行 怎么着也不让我回去 完了那天 他跟我说出了实情 他家里经济情况 不是太好 一个儿子刚参加工作 房子买的手 交的首付 完了大师 他说钱这方面 你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他出去真拿回来一张卡 他跟亲戚朋友借的 他就是在我得病住院 那个期间 就对我无为不至 我特别感动 完了那个时候 我就下定决心 就我面前这个男人 就是我这一生中 所要找的 我就跟他白头偕老 那时候我就有这个决心 都说这个患难见真情 左而言之 是患过难的人了 这个是多久以前的事 将近三年 两年半以前的事 两年半以前的事 那不是那个时候 还说我就一定要跟他了 怎么现在今天就 有矛盾有冲突了呢 你说这两个人 你说一旦都心里 有了坚定的想法 接下来过日子 就是柴米油盐 对对对 然后我们俩 接着就发生一些 个生活中的琐事 你说说 就好比我俩认识 时间不算太长的时候 他有住房 他父母也有 他儿子还有 别看我婚庆不做了 我在手机上 我能挣钱 完生活中 买个衣服了 逛个超市啊 都是我花 我没跟他计较钱 就甚至这个家庭中 打我俩认识 我消费的 比他消费的多的多 我一点没在乎 完他看我也挺善良 也挺实在 他说将来我这个房子 就给你 他这样说的 完啥时候咱们回东北 咱们就领个证 结婚证 完这不是今年大环境吗 这两年 一直就是回去吧 怕赶上隔离 就没回家 完现在他不提了 房子也不提了 结婚也不提了 为啥 一心一意地跟他在一起吧 当时我不是婚礼节 是吧 我就说咱们两个交往 一个好 交往的好 咱们两个在一起 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是吧 我也可以你下半身考虑 咱们两个不一定 谁有个什么 是吧 等三年以后 咱们两个 你其实就是在推脱 你看 你认识我三个月 说你就答应了 我说你好了以后 咱们两个 可以先继续下去 是吧 这房子可以 可以你 无所谓的 我没有那种下半 但是他一直不理解 我不是分着你这个房子 我就是要个保障 我千里迢迢 翻山越海 是不是 我没花你钱 我生活中 我挣得不比你少 我花的也比你花的多 我就是要一个 他将来 人吃五穀杂粮 是吧 不一定谁先有毛病 谁先什么的 他假设先走了 你说他儿子 儿媳妇 第二天把我念出去 我咋办 那我想有个保障 那我这大岁数 行 这房子事 如果挂在一边的话 你们这情感的道路上 还有什么障碍 还有很多事 您说 就说今年个春节的时候 他家里兄弟父母 这不都聚在一起 还是我先说的 我说今年春节 咱们也叫家里人 来咱们家里吃个饭 热闹热闹 他挺高兴 我俩就去背这些个年货 然后正月初二初三 都叫来了 一共家在一起 十好几口人 是 他不用我干 做饭做菜的 什么都是他的 然后来到客人 我就招呼招呼 但客人吃完走了 我俩就去收拾 他没让我收拾 他自己收拾 你说我能往那一坐 在那玩手机 看电视吗 不能 然后他洗碗 我就擦擦桌子 然后他那个手势 过碗瓢盆的 我就拖拖地 确实他也累 我也累 等晚上没啥事的时候 就我们两个 我就是闲了磕 我有嘴没心 我就说 我说来年咱们别招呼了 这一天他这么累啊 你说赵川老师 他张嘴说个啥 有你啥事 就这四个字 你说评委老师 你们听听 这句话啥事 有我就是怎么理解都行 你拿我当一家人了吗 但是我当事 我不是婚礼结识了 就是这句话说的 没毛病 是是是 我是这么想的 不管洗菜做饭 收拾物都是我的 是吧 洗洗洗洗洗洗 没有他干 他干的话 我就不要他干 我说有你啥事 不用你干 就我干 你怎么了 我结识了很多次 就是不行 行 听明白了 您再说 还有庞子这 您心里不舒服的吗 您说 他每天早晨吧 六点左右 他就出租 然后他就上港口 码头去出租去 早晨他走了 我一睁眼睛 九点来钟 然后外边下着雨 我就本能地 我就拿起手机 我问他早晨 穿得厚不厚 带不带伞 我就给他开视频 每日结 我就给他打电话 一个半小时 连视频带电话 我给他呼叫了48次 没有人接 我不知道他在干啥 后来我顶着雨 打着伞 我就打停着 找到码头 完了坐在那停着 那个事 我都解释很清楚 因为这个手机 你碰了以后 他就有静音 你静音以后 你啥也不知道 那手机碰了 怎么能静音 您说您怀疑什么吧 他就是这种不自信 一直是怀疑 在外面怎么 或这个女的怎么样 或那个女的 你回家了 那个手机 就是 从你扒拉来扒拉去 出了个信息就问 我好有千里地 我不问你一个人来的 这是女的 我了解你 我知道你上哪儿去了 有病吗 你要说不要说 这手机上 你出现一个女的问 这谁呀 你是人家求着办点事 就是 哎呀 关系不一般的 理解 那天雨不是太大 我走到码头了 好几个出租车 在那并排着 我故意走到车后边 我怕车底下这么丑丑 雨也不算大 你车底下 也就和那个没有车的地方 那湿度是一样的 我一拉车门 哎呀 你怎么来了 我说你早上几点出来的 六点多 我说你出几趟车了 打来就停到车 一趟客没拉你 一趟客没拉 六点来的时候 你停到这 那车底下怎么惊湿 那不就证明你没载着吗 一个半点 胡椒你四十把次 你干啥去了吧 那我说的没道理吗 受过伤害的人有道理 我说你会去看镜头是吧 您您别挤 您别挤 行 这事我们也给记下来了 还有什么事您说 还有 我爱吃山下挖 那个山野菜 东北人吗 他不爱吃 他不吃蘸酱菜 晚有一天他回来 各方面的 晚还拎点那个苦麻菜 我说哎呀 这菜打整的 我挖的 我说今天滑滑下雨 他说昨天 我说昨天也下连天雨 他说有司机给我的 我说男司机女司机 他码头上 他是七个女的 仨男的 女的多 我说男的给的 女的给的 男的 赵川老师你说吧 四五十岁大老爷们 出租车司机 到一起 你愿意吃什么 挖野菜吗 你愿意吃那个吗 这不都女人之间 闹的话题吗 他不是明天跟我撒谎吗 就是这样 从我们俩交往的时候 他就是一种不自信 对自己不自信 对我不相信 就是处于这种 一直是挑词了 这样小毛病 哪有小毛病 根本来说也 不是大事 就是街道三批的事 啥街道三批的事 赵川老师 就是我前夫吧 他是出轨 所以说在我心里 留下阴影 我说有这个戒备心 也应该理解 理解理解理解 那你说回我老家 有场婚礼 那个我接的婚礼 给他安排第一发 先吃饭 中央上十个人 那九个我特别熟悉 晚上我怕是 第一趟来我们东北 我怕照顾不好 我就忙着领着拜席 我忙忙活活的 我和那个中央上 跟几个人说句话 我说这是谁说 我出对象 我就跟大伙说一下 介绍一下 晚上他也吃种的肉 我就加几个 然后正好大直且不着 我干啥 我就放碗里了 我不是故意的 我放错碗了 这不你就心平气和的 那么我旁边有 他看不见吗 他看不东西 几个别 他比着我 你说十个人 这啥意思 人爱人 晚都离不远的距离 我放错了 这个事 以前还有事 以前的事 你怎么不说的 你等我和你回家以后 你带你当地吧 你这事我没说完 你听我说完 你带你当地吧 哎呀这个 他什么朋友啊 什么同学了 那个特别是男的 那也请劲了 好好好 我啥是个请劲啊 这样 哎呀呀 没肺色舞的他 哎呦我还张牙 还没肺色舞的 他回 谈完以后啊 等着回他屋的时候啊 我们上车了以后 我时候都说句话 闭嘴 我累了 回家 他要想说啥 不要说话 他手机来电话了 不管是同学的 一来 哎哎同学的 请我问点事 没事 哎因为是这个男的 是什么 懂了懂了 听懂了听懂了 听懂了 我都不想说那啥 啊 就说哎呀什么什么 听听电视台什么穿 是我的偶像 我又怎么 你说我多少次了 赵潇老师就是偶像 你看赵潇老师就是偶像 没关系啊 就是偶像 你也是男人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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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 打住 你没有偶像 你还 不不不 这跟偶像的事没关系 谁有偶像 谁不说的是 哎 走半个儿差点跳车 不来了 好 到到到到 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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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哎呦 就肘子肉 夹错碗了 就一块肘子肉 看给你急的 他无关挪位了 我听懂了 听明白了 就是回到家之后 突然发现自己的女朋友 原来还是有很多 异性缘的 是这意思吧 对 他跟别人聊 能聊得来 但是对你很冷淡 是这意思吧 听懂了 不 我就把话说了 您别着急啊 您别着急啊 你崩起来 你还要 行行行 这还挺好 难得在这个岁数 彼此还对对方 吃那么深的醋 还有那么大的激情 这还是个好事 我问点大事啊 第一 儿子见过他了吗 见过 我们家庭 互相的家庭 都经过 一点毛病没有 认可了吗 认可了吗 都认可 可以结婚吗 可以 那就结婚呗 这是我妈呢 她妈呢 父母方法都没有问题 问题都出在我们这个身上 你想娶她不 我想啊 她不嫁给你 她想嫁 现在她不是那回事 不是吗 哎呀 我跟你问 我跟你问 别着急 你跟她说不明白 你还是跟我说吧 我怕你也说不明白 我能说明白 你想嫁不想嫁 那现在我迷茫 不是你迷茫个啥 这老头不对你挺好的吗 现在要结婚 嫁给这老头 啊 差给大哥啊 嫁给他 还差个啥条件 你把条件提出来啊 房子这个事怎么办呢 房子 要怎么样 房子那你咋打应咋办 他家老太太都说 都说我 说我那个房子也是给我儿子 这个房子给你 我那套房子 你要争取要一半 老太太都背后跟我这样是说的 我说老太太 你那个我不要 我就要你儿子这个 倒是直接啊 就这么回事 要是咋个要法 写我名下吧 写不 写 开始时候我就说写 这是你提出他 啥时候写 回答这个问题 对对对 啥时候写 十年八载之后写行不行 你要过三十年写 我都不在了 没用了 结婚就写 行不 领了证就写是吧 啥时候结婚 登记就写行不 登记就写 登记就写 老太老师 你给我问啥时候登记 一年后是二十年后 不不 啥时候登记 您打算什么时候登记 就是本来是今天 他不是讲好 是今天春天 直接说结果 白说春天秋天 有疫情不回不去 是是是 不严重了 是吧 行 您就说只要咱不给这个防疫添堵 就回去结婚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只要领了结婚证 我就给你弄房子 是吧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行 就这么点事是吧 我还有事呢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你 我两千五百多里 我一个人我跑这个 我投编他一个人来了 他跟我是不是应该透明啊 啥事跟我说呀 啊 完了 你别跟我尝尝满满的 就他包米面 谁给就是谁给的 我就 我有知情权吗 我知道 就哪怕女的给你 你跟我实话实说 来路不明的野菜啊 来路不明的包米面啊 对 来路不明的这个 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你得说清楚 是这意思吧 对啊 不明 拿个电话再解释清楚 拿个微信再解释清楚 我给您个建议啊 这么谈恋爱太累了 对呀 咱毁婚吧 让大姐回他的东北 您在您的危海 过您的日子 不就行了吗 哎呀 有时候你这么想啊 老师 也想过吧 有时候我想过 也这么想过 他说我 他生气的时候 我初初就出去了 开着车走了 出去以后 走到那个超市啊 就进去了 进去看看 他喜欢吃啥 就买了一包回来 不管是一百二百 拿回来 这不就是爱吗 犯贱 这不就是爱吗 这就对了吗 哎呀 我自己有时都 行行行 我都不认识你了 您这 您惜福吧 您珍惜您 现在碰到的这个男人吧 珍惜您遇到这段情感吧 您别听我说啊 您听那几位老师说 他们客观 他们公正 好不好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波红兄 好好说一说 这就基本算 同龄人了 啊 对 我和大哥同龄 但是述我直言 房子会成为你们走向再婚的一个关键的障碍 再婚 再婚 它不是搭火锅日子 它是需要有感情基础的 首先要打开的是那个信任情节 如果大家这样疑神疑鬼的 以一套房子作为筹码 走进了再婚 如果 再婚 再离 那才是痛上加痛 慎重一点吧 我支持你慎重一点 来 刹那老师 我觉得真的是房子的问题吗 大姐 其实不是 是心房的问题 心 这里的心 心脏的心 心房的问题 您如果以您现在目前这个状态啊 您跟谁谈恋爱 跟谁步入一段爱情 您都不会得到幸福的 我跟你说 实在的 现在这位大哥 他其实他的实在 和他想娶您 包括当时想要实心实意 把这个房子改成您的名字 这份心 都被您的一身一归给下眉了 每天像防贼一样的防我 每天像侦探一样的查我 各任何一个人 谁都受不了的 曾经对您那么实心实意 相识不到多长时间 就愿意自己去借起 之前为您看病 就这样一个把您捧在手心的男人 您还如此不信任他 还觉得他会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 当然这跟您之前的经历有关系 可是我们不能拿曾经的伤痛 作为咱们的武器 去伤害另外的人 您如果是这个心态 我劝您这婚也不蒙结 因为这样下去 哪个男人都受不起您这份折磨 如果您要是能转变心态 咱们再等等看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小鹏老师 大哥 您是对他很好 吵了架出去 看到有好吃的要给他买 您是在家里边做了一桌子东西 给到他 您是都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同样您也做了一件事情 是您并不知道他性格是什么样 您提前给一个受伤的女人 做了一个他想要的空头承诺 他如果在台上一直在谈房子的话 说明你们两个人感情之间 并没有您想的那么稳固 同样对大姐来讲也是一样的 您现在不就想要一个人 知冷知恶疼您吗 他疼了吗 知道你喜欢吃野菜 咱甭管谁拿的 给你拿回来了 知道你喜欢吃包裹面 给你拿回来了 他照理说不拿不就没事了吗 他干嘛拿回来呢 我怕女朋友问 干脆我别拿回来 跟人家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一下啥都解决了 可他给你提回来了 所以他心里是想着你的 他想跟您在一起 干嘛到现在这个岁数 那么计较呢 所以既然好好能爱在一起 那我们就彼此互相多体谅一点 多温暖一下对方 可能你们真正的二婚 才能够过得幸福 谢谢小鹏老师 敏娜老师 别结婚 您不适合再婚 您的心现在又像是一个黑洞 巨大的窟窿 被您前夫当年一脚踩碎的 这一个窟窿是多少男人 用多少忠诚都没有办法帮你填补满的 你在他背叛你的那一刻开始 你决定不再相信任何人了 所以你跟他在一块了以后 即使他是一个老实男人 你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论证 他坏 为什么坏呢 因为他都跟别人说话了 却不告诉我他跟别人说过话 一定是女人给的野菜 他非说是男人 你每天心里头都会有一个假想敌 这个假想敌就叫做男人都是坏人 不只对他 换任何一个男人 你都会这样地去虐他和虐自己 我觉得您最适合的其实是一个人的状态 就像您说的 在生活里仿佛一时还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您的开支 他出的还没那么多了 对不对 您能养活得了自己 您自己也有生活的乐趣 生活的情趣 您完全没有必要拿一个男人来 试图疗伤自己 或者拿他来做试验 看看自己好了没 你好了的那一天你自个儿都知道 现在毫无疑问你美好 如果您放下了这一个结婚的拧巴劲的话 只跟这一个人相爱 您会发现没啥呀 我如果只跟你谈恋爱的话 我也不用再去钻到车底 看你的车有泥没泥湿还是不湿了 你如果骗我就说明不想跟我相爱了 不想跟我相爱你走就行了 不用大费周章来骗我 你不去付出自己后半生为代价 你就不需要一定要证明这个人值得托付了吗 把他当成你生活中的小甜品 这一个男人跟我在一起相爱很快乐 我们是很好的伴侣就行了 您还需要接这个婚吗 请三思而后行 我特别同意米娜老师说的 您的心是空的 所以不仅仅是这个男人 其他的男人也一样 我是觉得您不知足啊 不惜福啊 但是这可能跟您的经历有关系 你永远说不过他 我后来琢磨琢磨 这是在村里张罗各种红白喜事的人 那嘴太厉害了 你那嘴说起来 他哪是你的哥 他没理 他说我干啥呀 不是他没理 如果真说理的话 今天所有的理都在他那边 您是一点理都没有 我咋就没理 无端怀疑自己的男朋友 你不占理 一个掏心掏肺 每一家人跟你掏心掏肺的 你还觉得人家不想跟你过 你不占理 那口头说也没落实 那有能吗 还要怎么落实啊 您生病的时候 才去那了三个月 人家就倾囊而出 还要怎样 他确实有那个举动 但是最终还是我们家拿的钱多 我父母兄弟姐妹过 拿的钱我都不按着他了 所以现在你这问题就在这儿 什么叫拿的多的 还是我们家人啊 有这么算账的吗 不是这么算 认识了三个月 到那个时候 有很多人可能就 跟我没关系啊 我们就仨月啊 我走了啊 你该干嘛干嘛去 人家是什么 悉心照料 不错 我口袋里钱不多 我给你张罗拿钱 我把你留在这儿看病 这不该感激吗 没有感激 所以我觉得 于情于理 您今天都不占上 打那以后生活中 不仅我花的多 我无怨 所以啊 你算的是钱呀 他给你的是希望啊 希望和钱哪个值钱呀 当然是希望啊 这个就叫拧巴了 咱要谈钱 咱就谈钱 咱要谈感情 咱就谈感情 不能说大哥跟你谈感情 你非要跟大哥谈钱 大哥跟你谈钱 你非要跟人谈感情 是我我也急 我可以告诉你 我问他房子 能不能给的时候 我一个劲儿跟他摇手 不能给 法律的问题 我们都不说 你是嫁给我 还是嫁给房子 我就会这么想 你觉得我不实诚 我还怕你跑了呢 大哥刚才说那话 说得多好 我回去我发现 他跟那些男的 哎呦 聊的呦 是你说的吧 上车之后跟我说 别烦我 你欺负人家老实 欺负人家不能说 对吧 那就特别简单 如果您走不出 自己的阴影 我建议你不要害大哥 您回您的东北去 多好啊 守着闺女 人际又很熟 同学又很多 你何必祸害 他一个老哈 自己看着办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讲 你还是 考虑考虑 你来了两遍早 快三遍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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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通过 金一维APP 天津FTV 网络电视 外事打手机 客户端 收看本期节目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视频 腾讯神秘爱奇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预测一下结果吧 王兄 我认为这个心眼 猜疑是化解不了的 我认为男生 可能不会出来 女生也不会出来 双不出是吧 双不出 我觉得男的肯定会出来 都哭成那样的 稀里哗啦的 但我对这位女士 是越来越失望 她也会出来 但是我觉得 她别害这个大哥了 小鹏老师 双不出啊 大哥天真 大姐算计精明 所以大哥会出 大姐不会 好吧 咱们看结局吧 我其实非常简单一个问题 没房价不价 你得相信她 其实焦点并不在房不房 还是在你那颗心里 你相不相信爱情 你相不相信男人 你自己好好琢磨琢磨吧 好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好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愿你们幸福请回 谢谢 请回请回